民族情怀 两岸卖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17号 农历鬼卯年正月27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宋涛在京会见台湾妈祖公庙代表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共燃中华文化之光 共谋两岸美好未来 本期宏观热点 红秀柱期盼两岸交流 能早至春林大地 台湾制造业景气下滑 放无薪价人数 创两年来新高 台湾闹鸡蛋荒时间已超一年 每天缺蛋40多万颗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1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昆一行 宋涛表示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根脉 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长往来 增进理解凝聚共识 共同开创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郑明昆表示 将积极参与两岸民间交流 让妈祖文化为增进同胞亲情福祉 促进两岸一家亲 发挥更大作用 本网今天发表两快评 共燃中华文化之光 共谋两岸美好未来 文章指出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根脉 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 要共同守护传承 弘扬光大 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根基和核心 这是不容扭曲的事实 然而过去数十年间 台独势力不遗余力 大搞去中国化 妄图以扭曲事实 篡改历史的手段 构建所谓台独史观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者 事实上 中华文化早已在台湾开枝散叶 并深深融入台湾这片土地 并不是台独势力所能撼动的 国家之魂 文以化之 文以著之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两岸同胞当多走动 常往来增进理解 凝聚共识 共同开创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久久为公 必定能达到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本期宏观热点邀请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谈夏立言访路 洪秀柱高度肯定此次行程 并期盼两岸交流 能早日春临大地 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洪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大陆 金门议会日前发布永久非军事区宣言 两岸关系开始出现积极信号 这是否意味着两岸关系即将迎来春暖化开呢 相关话题 我们连线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听听她的看法 柱柱姐 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大陆 您对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此行有何期待呢 那么您认为 这将对两岸关系发展起到哪些作用呢 我们知道在上星期 夏副主席跟国台办的宋主任 已经在北京见了面了 夏副主席跟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的过程当中 提出了三大诉求关切 一个是呼吁落实维护两岸过去达成的民生协议 第二是希望克服困难降低两岸交流的不便和成本 第三是两岸应该尽量缓和紧张的情势 尽最大努力追求和平稳定 另一方面 双方也就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为两岸人民谋福祉等面向达成了共识 我们认为夏副主席此行不但对于在路的台商台生们表达了关怀之意 也反映了台湾农于民的心声 在两岸官方交流完全停摆了一个情形之下 国民党能够不细毁育 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其实是相当值得肯定的 也希望两党能够持续地交流 增进理解 有助于和缓两岸的关系 也传递出台湾民众对台海和平稳定的追求和盼望 从近期的各方面的民调来看 多数的台湾民众都期待两岸能够有稳定对话机制 也希望两岸能够恢复和平交流 任凭民进党再如何的阻拦 甚至于不择手段的丑化大陆都无法掩盖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已经成为两岸主流民意的事实 我们有义务聆听民众的心声 回应民意的需求 因此 忠心的期盼两岸的交流早日春临大地 也希望夏副主席这一次访问大陆 能够为两岸带来更多正面积极的正能量 金门议会日前发布永久非军事区宣言 并促建下金跨海大桥 您对此怎么看呢 那么您认为金门此举能够给台湾岛内带来哪些启示呢 我们都知道 在早期国共对峙的年代 金门马祖是战事的最前线 在1958年的时候 823炮战刚刚开始的两个小时内 金门就落下了超过4万枚炮弹 随后的一个月内 金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就承受了超过47万枚炮弹的打击 人员的伤亡有多么的惨烈 更是不在话下 但在两岸开放交流之后 金门因为地缘的关系 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交流的红利 对比过去那段艰苦岁月的记忆 金门的朋友当然更能够体会到 战争的残忍以及和平的可贵 也正月如此 近几年来 两岸关系 因为民进党的以美谋独路线而越发的严峻 甚至到了并充占围的地步 而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金门人 当然不希望 因为民进党的倒行逆施 破坏了他们安和乐利的生活 因此 金门发布了永久非军事区的宣言 也给了台湾一记当头的棒喝 未来两岸如果发生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就没有金门马祖替我们挡在前面了 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不只是金门 两岸的中国人都是爱好和平的 没有人希望战火落在我们真爱的家园 两岸分治 这七十多年来 双方虽然在政治制度上 有着不同的主张 但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 都有着相同的坚持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双方的最高法力 也都是白纸黑字的 写着未来统一的愿景 这是台独势力没有办法改变的 也没有办法磨灭的事实 我们真心的期盼 台湾有更多的有势之势 能够挺身而出 呼吁和平 反对台独 让整个台海都能够成为永远的非军事区 台当局16号发布最新无薪假统计数据 台湾目前有16495名劳动者 在放无薪假 其中制造业有6266人 是2020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 请看详细报道 台当局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台湾上周实施减班休息措施的企业增加了65家 放无薪假的劳动者增加了1403人 其中光制造业就增加1242人 占了整体新增人数的近九成 岛内正在实施减班休息措施的企业 是无薪假措施 上述企业平均每月会给员工增加4个没有薪资的休息日 甚至有企业连续给员工放无薪假 台当局官员表示 未来两周还是观察期 制造业实施无薪假人数和企业数可能还会增加 不排除会很快超过重灾区旅游业 成为岛内放无薪假人数最多的产业 近日鸡蛋荒再次成为岛内热点话题 自2月13号起 鸡蛋价格每公斤上调2元新台币 产地价为每台鸡42.5元新台币 批发价为52元 双双涨至历史高点且供应紧缺 台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姬仲 因此成为民怨对象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自2002年初开始 台湾就多次遭遇严重的缺氮危机 由于饲料价格居高不下 加上禽流感席卷全球 岛内鸡蛋供应已有一年多 没有摆脱涨价和缺货问题 今年春节后碰到寒流天气温差大 岛内再度上演鸡蛋荒 台北市蛋商工会理事长林天来称 岛内每天用蛋缺口达40多万颗 有台媒预估 鸡蛋涨价会带动一波物价飙涨 台行政机构主机总处 调查编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 1月食物累年增率5.27% 蛋累年增率却达15.74% 涨幅惊人 台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陈继仲 14号回应称 平均下来每颗蛋金涨价0.2元新台币 已经比很多国家或地区都便宜 加上他之前声称 只承诺解决蛋荒 没有说解决蛋价 引发巨大民怨 有网络平台13号晚 发起了一项网络投票 针对鸡蛋涨价了 有民众要求台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陈继仲下台的提问 有96%的投票民众表示赞同 台湾媒体人张玉轩指出 鸡蛋贵的原因在于台农业主管部门压低产地蛋价 即便经销商以低廉价格向蛋农收购 但在中间过程中 却不少人通过加价的方式囤蛋 导致价格高涨 消费者买不到 中国国民党民代李贵民14号在立法机构质疑 陈继仲多次保证会解决蛋荒 却只会打官腔虚应故事 通过政治黑手强行扭曲市场机制 把问题越搞越复杂 蛋荒蔓延全台根本就是人祸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